根据汇流新闻网最新的县市长市政满意度汇流民调显示 市长谢国良上任以来推动的多项人本交通政策满意度均高于六成 包括起楼绿脚丫和基隆市288定期月票超过六成的满意度 行人专用10项和基隆市国道通勤客运 及基北北桃1200都会定期票政策超过七成的满意度 其中绿色斑马线政策更是有高达八成以上的满意度 这些政策都让基隆市民和外地游客很有感 我觉得它这个绿色的区域有一个好处是说 因为会让人家有一个界限感的感觉 所以那个绿色的区域一出来就有一个隔阁 有一个隔开的感觉 可以让行人就更放心 然后机车会离得远一点这样子 这个我是非常有感 然后没有设的情况下那边车速是蛮快的 但是最近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是有感受到 比如说计程车司机或者是摩托骑士 他们都会礼让行人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觉得不错这种交叉的 就是说不用等那么久 而且它有点让人家 又先礼让行人的那种感觉 车子都会停下来 对对对对 觉得这种斑马线怎么样 还不错啊很好 就如果我要到那边的话 就会从这边直接走过去 但比较方便 还不错啊 怎么说呢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因为现在有那个 离让行人的那个方式就会差很多 谢市长自从上任以后 积极在推人 行人有三一个政策 以及我们很多的公共运输的一个交通政策 那最近就是说我们有民调公司 去做这一方面的民调 那不管是在我们的一个绿脚丫一个推动 一个绿斑马以及行人专用实项都获得将近七成以上的一个民调 由市民来支持 另外我们国道客运 自从去年市场积极协调一些国道客运的业者 因此解决了很多的一个班次不足的问题 那以及去年的一月 抱歉七月推动了一个1200的一个月票 那十月中旬我们也推动基隆市288一个月票 这些政策都获得市民高度的一个肯定 民调内容也进一步交叉分析 以18到39岁的族群满意度较高 而各政党倾向的民众满意度都高于不满意度 显示基隆市政府力推的各项人本交通政策 不同政党倾向的市民都给予高度肯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欢迎发уй及决定影响